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的是索隆海賊奇的3D畫法 那這裡所運用的是沙利沃斯裡面最基礎的指令 我們使用生長填料以及除料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那這裡呢,會有一個指令我們需要去拿來做輔助用的 它是一個草圖圖圓 那草圖圖圓的意思呢,它就是把一張圖片 插入到我們沙利沃斯裡面的草圖 那我們運用這張圖片呢,來輔助畫出這個 描繪出它外型的地方,以及我們要生長填料除料的地方 就是運用這種方式,我們所做出來的一個特徵呢 它的相似度會接近百分之百 那用這種方式的話,我們就會更容易的去把這個外型給建立出來 那這裡呢,我們會運用到的是草圖圖圓 那這邊有興趣的,你可以去參考零件的進階篇 裡面都有學習的單元 或者是你直接往下看,等一下也會來做一些簡易的說明 那這裡要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來做草圖圖圓的簡易示範 那這裡有兩個方式,我們可以進入這個畫面 那我首先,我先介紹第一種 我們先選擇上基準面 然後進入草圖的一個畫面 進來之後呢,我們從上方列的工具 這裡有一個草圖工具打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草圖圖片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進入草圖圓這個指令 那再來第二種呢,我們從上方列的工具自訂打開來之後呢 我們選擇指令 指令裡面呢,有一個草圖 那在草圖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圖示 我們把它往上拉動,就可以新增這個草圖圓 那新增完之後呢,我們直接進來這個草圖的時候呢 我們點這個草圖圓,我們就可以進入這個指令 那點開來之後呢,它會要我們選擇一張圖片 那我們選擇完之後,它就會直接插入進來 像這個樣子 那進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去設定它的大小 或者是你直接去拉動它也可以 像這個樣子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知道我們想要的大小呢 假設這樣子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畫一個圓 假設這個圓呢,是我想要的大小 那我就先把它標示出來 假設是多大的 那畫完之後呢,那因為這邊是參考的 我會讓它是一個中心線 就是集合建構線 然後呢,我們再點 點選兩下就可以再選擇這個圖片 然後看一下是不是我們想要的大小 那這裡可能有超出的 我們就再去縮放的動作 那這邊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去設定它的尺寸也可以 那記得鎖住它的寬高筆打勾的話 它才不會有變形的狀態 像這個樣子去縮放它 然後呢,移到我們覺得比較適中的位置 那這樣子呢,移動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動作 那這邊我們按打勾 我們來看,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圖片 那這裡呢,先讓大家嘗試到這邊囉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畫出海賊奇的它的特徵 那這邊呢,我會建議你呢 做分段式的做法 因為這裡呢,我們要用除掉的動作 那這邊有一些地方呢 我們需要去考慮它的一些封閉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一次全部把它畫出來 這樣子我們遇到錯誤的時候呢 會比較難處理一點 那我這裡呢,我會比較建議是分段式的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做了 首先呢,做出一個外徑七尺的一個圓 那這邊給它的距離是多少呢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呢,是4mm的一個厚度 那再來呢,我們就在這個面上呢 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我們在除掉之前呢 我們會進入草圖 然後把這個草圖圖圓呢 貼上來 那這邊就是運用剛剛上一個單元所介紹的 把它用上來之後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裡 我們先畫出了它頭頸這個地方 那這裡呢,我給它的偏移的是0.5 然後下巴的地方也一樣 那牙齒的地方我會另外呢 再來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這樣子我們再做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那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做一個刪除的動作 讓它是一個封閉的一個草圖 好,那很輕鬆就可以做出這個外型出來 像這個樣子 做完之後呢 第二步我們做出的是牙齒的地方 好,那這裡我們就再做一次 一樣我們進入草圖圖圓 那是參考的這個地方 那這裡我們做完第一次之後 它會看不見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按下右鍵 顯示一下 它就會再看到這個圖片出來 那我們就經由這個圖片呢 去把它輔助出來 那我隱藏一下 先給各位看一下這樣子 那這裡有時候我們在畫的時候呢 這邊我們是使用不規則曲線 所以不規則曲線 我們在瞄點 瞄出來之後呢 我們如果再做一個偏移 有時候這個地方 我們用修剪圖圓的這個指令呢 修剪完之後 它有可能會有錯誤 好,那有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些邊線給留下來 留下來的話 一樣我們可以做 我們在這個生長除掉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去選擇我們想要 除掉的一個地方 好,一般我們如果進入 除掉的話 它預設是沒有辦法做的 因為這邊是沒有封閉草圖的 好,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去選擇 我們所要所選的輪廓 那這邊它就會把它選舉起來 好,那這邊的用意在於說 好,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會有非常多類似這種情形 好,所以我們如果一次把它畫出來 那這邊 好,可能錯誤的機率會更高 所以會盡可能的 會建議各位 是張分段式的畫法 那這個地方所選輪廓呢 後面就不會再來做講解 好,就會以這種形式呢 來告訴各位 好,雖然它不是一個 真的封閉的地方 但是因為 不規則曲線的特性 所以沒有把它修剪掉 好,那這邊先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 我就會講的比較快一點 因為這邊的做法呢 好,就會比較簡易一點 因為呢 做法都跟這邊是一樣的 那這裡我就直接打開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草圖 好,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像這樣子 好,這個地方 我們一樣用草圖圖圓把它描繪出來 好,畫出了上面這個刀的地方 好,再來 我們一樣在做 這邊所做的都是除掉的動作 好,那這裡比較不一樣的是 耳朵的這個地方 這裡呢 我們做了這個地方的除掉 那因為這裡呢 好,一樣要除掉掉 但是 它還要做一個突起來的動作 要做一個伸長 所以我們這邊呢 先不畫出來 先描出這樣的一個形狀 然後把這個地方呢 除掉 好,讓各位看一下 往下除掉 那這邊所有的除掉呢 它的深度都是0.5 好,那這邊 好,會有一些散力鏈要注意的地方 我留在總結 再來跟大家做說明 除掉完之後 這邊我再做一個伸長的動作 讓這個地方填補起來 好,像這樣 那接下來呢 一樣做出其他刀的地方 好,這邊中間的刀 好,那這邊 好,是比較簡易的 好,就讓 示意讓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樣子 好,那這邊 偏移量都是0.5 好,給各位參考 好,這裡做法也一樣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好,那這裡可能要畫一點心思去把它描出來 那這裡呢,就跟剛剛所講的一樣 有時候 因為不規則曲線的特性 就有一些地方是沒有把它修剪掉的 因為修剪掉它可能這邊的線段會不見 那就是運用了 我們進入一個除掉的特徵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選擇 所選軟體呢 就會知道說 什麼地方 需要把它除掉掉 用這種形式把它做出來 好,再來 像是這裡 這個地方呢 一樣做出中刀的地方 那這裡一樣 像這個地方我們都需要花一點耐心去把它製作出來 好,那這邊是有做一些修剪的動作的 好,那這邊呢 做法就是一樣讓大家去參考它 那我們就先做到這裡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做最後的收尾囉 最後呢 來做出底下的兩把刀 那這邊是最輕鬆的 那這邊呢 先做出了這個餅的地方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好,那這裡做法呢 跟前面都一樣 所以我就跳過 沒有講的太詳細 好,一樣偏移量都是0.5 那這裡 我們都是參考的這個超圖圖片 好,所繪之出來 好,那這裡我們不用太拘泥 我們就是 把它這個地方給描出來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呢 我們只要大部分的外型呢 是有相似的 那基本上呢 它所做出來的還原度呢 好,就會很高的 那最後呢 我們再把另一邊 好,一樣把它做出來 那做法都一樣 這邊就留給各位去嘗試 好,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 最好在這個邊呢 好,給它做一個倒角 好,這邊呢 給它的尺寸是0.5 那0.5呢 是兩側都有做個倒角 好,這樣子我們在做三立列印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有毛邊 硬起來會比較漂亮 好,那這裡呢 就最後的時候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特徵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講一下 怎麼樣給它上色 以及說三立列印需要注意什麼呢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檔案就已經完成了 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 另存成STL檔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三立列印了 或者是說 我們想要給它一個顏色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個面上呢 假設我先點選這個面 這裡是黑色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編輯外觀把它點進去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打開來選擇標準 那這裡就會有一個調色盤 那這裡我們可以選擇黑色 好,選完之後按打勾 它就會變成這個顏色 好,那我就示範一個就好了 剩下的讓大家去嘗試它 那我把它 變成你想要的顏色 那我再示範一個好了 這個背景 像這樣 我假設給它一個綠色 好,像這個樣子 把它點選出來 那這裡就可以變成說 一個顏色 那這樣看起來比較鮮艷 也比較漂亮一點 好,那這裡呢 我們最終是要把這個檔案列印出來 好,那這裡我們在轉檔的時候 需要注意一些問題 好,那這裡呢 如果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到檔案的轉檔篇 那邊都有教導各位 我們怎麼樣可以轉出一個 比較好的STL檔 或者是說 你想要直接用這個軟體 預設所轉出來的檔也可以 但是它們之間會有一些差異 那這邊留給有興趣的去嘗試 最後來總結一下海賊期的話 那這邊呢 我們所運用到的 都是最基本的指令 所以我們是沒有運用非常複雜 或非常進階的指令的 只是運用的草圖圖片 那這個草圖圖片呢 它所帶給我們的成效是非常高的 所以非常建議各位呢 如果你還沒有學會的 趕快把它學起來 這樣子我們在畫這種 類似這種平面式的呢 非常棒 它直接可以輔助你 把這個你想要的外型 做得非常相似 是很棒的一個指令 而且不會太困難 只是把它插入進去 那這裡呢 我們再搭配了 不規則曲線 我們就可以做得更真實 更棒的 那這裡最主要 我們要用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那這裡 我們所做的做法呢 這裡的作品 會比較像是NBA的LOGO 那這邊有興趣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 那邊都有放上一些 作品的一個參考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那這邊如果要列印的話 我會建議你擺放這個方式 不要是放這個底部呢 當大平面這樣列印 這樣列印出來呢 我們這些紋路會比較不漂亮 也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那這裡的用意呢 在於說 我們要運用Z軸 來修飾這個外型 那這樣做出來呢 這個地方會比較漂亮 會比較好看一點 也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未來是要做一個圖顏色的動作 那這些特徵呢 如果紋路比較清楚的話 我們在圖也會比較輕鬆 所以會建議你 採用Z軸這個方式 把它列印出來 這樣是會更好的 那今天的教學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記得要注意安全喔 有些敗事 我們什麼都會做呢 我們下次節目